很多坏友养兰花 遇到这种情况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给大家看一下 通过用简单的方法 如何让它快速的长新芽出来 就像我这一颗一样 现在已经长了一颗新芽出来 处理方法也简单 因为这种没有根的兰花 如果叶片太多 它会大量的消耗营养 所以我们最好是 把过多的叶片剪掉一部分 只要保留外面这两片老叶片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老叶片 它消耗的营养会比较少一点 新叶片它会消耗营养比较多 接下来我们可以准备一点 这种快速生根营养液 兑水300倍 把这一条老根放进去给它泡一泡 这样的话可以刺激它长新根 长新芽 大概泡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栽种到河沙里面 因为河沙它的透气性也比较好 而且病菌也比较少 这样的话 不容易让这个兰花的炉头出现病菌 直接将它埋起来就可以 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沙子干了 我们再用这个生根营养液 对水来给它浇灌这个沙子 这样的话 很快它就能长新根出来 就像我之前处理的这一颗一样 就可以得到一颗新的兰花 好了 我们下期见